最近有美國投行專家說 全球約有18億職位可能會被人工智能取代 而香港將會首當其衝 包括行政、法律、建築工程和金融等高薪行業都可能會被淘汰 如果你不想被淘汰 可以參考日本的六種特殊職業 或者可以從中得到啟示 第一種職業是氣球廣告監測員 這個職業的工作是全天候監測氣球的動向 以防止氣球被風吹走或被小鳥弄穿的情況 這個工作看起來很簡單 但實際上需要相關的專業知識和敏銳的觀察力 是一個充滿挑戰性的職業 接下來是秋希潘定員 這個職業需要透過臭角和儀器分析 在工廠、商店、住家等地方調查惡臭和消場惡臭 但要成為一個臭器判定員就要通過考試 而合格率只有20% 這個職業可以說是非常特殊和非常少人做 第三個職業是謝罪師 日本人一向注重禮節 一旦犯錯後就會向對方致意最深切的協議 謝罪師的工作就是代委託人向對方認錯 營造出一個最完美的道歉 有時一般人可能不擅長真誠的道歉 而令對方變得更生氣 這個時候謝罪師就可以避免尷尬的情況出現 這個職業需要良好的溝通能力和應對壓力的能力 來到最後,今集跟大家分享了三種日本特殊職業 而其他三種職業就留待下一集揭曉了 即使我們面對AI的挑戰 人類的創意和想像力仍然是我們的優勢 看完今集之後想知道更多日本文化?是時候行動了 參與二遊的日本工作營 成為日本村民又得 成為森林保育員都得 你將可以親身去到當地深入他們的日常生活 立刻按進去下面的連結 入二遊的網站報名和了解更多 喂喂喂,別走著 喜歡這條片的你們 記得一定要CLS 留言、LIKE、SHARE我們的影片 還記得按鈴鐺 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喂喂喂,別走著 喜歡這條...